桶头里小迹象路况不良 长期对民众通行造成安全隐患 所以日前也曾请县议员邮号 有议员为保障民众通行安全 立即反映县府后 县长也允诺将规划工程来进行修缮 日前为了使修缮工程能够符合地方需求 有议员也再度邀请工程顾问公司人员前往会看 听取地方民众的建议 经过上次来会看之后 然后就是县长统一来试作 感谢县府和邮号议员 还有几个民间代表的帮忙 这次能够顺利而进行 特别交代这些设计公司 针对有一些路口的衔接 这些流器早期在试作的时候 常常会有东补西补的问题 也特别希望这次的设计公司 特别要求他们 把这一次每个住家路面出来的 这些线接能够做好 不要以为这一次的施工又造成 下一次的问题 能够把一次性的改善 县议员邮号也感谢县长能够重视 地方道路安全 允落协助修缮 而此次邀请工程顾问公司人员前来会看 也希望透过民众所提出的建议后 知晓其项道路修缮工程能更符合地方需求 早日修缮完成供民众安全通行 之前的话曾经就是里长有提报 小旗项的这个道路的问题 还只是民众在交通安全非常担忧的事 那之前邀请县长共同来这边会看 县长也发现这个道路非常的需要去做修缮 那时候我们也跟里长成功向县府 争取到了道路铺设的费用 那今天工程顾问公司一起来 去做这个县场会看 还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参与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会看 它也能够让民众真的需求 借由工程顾问公司 还到时候的一个设计发包 而让这个道路铺设的好 它也符合民众的期待 让大家都能够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议长和声峰肯定由议员对地方建设的关心 也期许小旗项道路修缮工程 透过此次会看后 规划能更符合地方需求 并紧速施作 让民众早日有条平整安全的道路可以通行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